几兄姐妹们平安 祝福你 有一个灵性充满亮光的一天 昨天呢 我跟着许多的姐妹 去了Brainwood 踩了桑胜 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因为我从来没有踩过桑胜 那在这个踩桑胜的过程当中 哇 顶着这个 大大的太阳 但是天气还算是很好的 那我们一群人呢 踩得很开心 我跟着一对姐妹一起踩桑胜 真的 感受真的是特别好 因为我们的团队合作 有人负责找 找哪里有熟的桑胜 那有人呢 就负责摘 另一个呢 就负责包装 那这个团队合作呢 就让我感受到了 其实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真的很简单 有时候不需要 一定要有很强烈的 很清楚的目标 意向 我们一定要志同道合 有时候真的就在这个简单的活动里面 很有默契的去完成 哇 那真的是一种幸福 那种幸福感呢 是顶着烈日下 然后在那边踩桑胜 依然是很开心快乐 然后边吃边享受 而且我们踩的桑胜呢 我们也不单单只为自己踩 我们都还会多踩 就是为了给其他的不能来的姐妹呢 也能够有机会吃到这个桑胜 今天的灵修呢 是在西伯来书 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子经过 这慢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 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尽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致动摇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你都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呢 经文提到 我们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因为主耶稣与我们立的约是写在心上的 耶稣他立约的记号在这一段经文里 可以看到有他自己的血 身体和大祭司的身份 来确定了他与我们所立的约 当有一个人爱你 是用他的身体 他的生命和他尊贵的身份来爱你的时候 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呢 这个答案你可以自己想想 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有一个这样爱我们的人了 他就是主耶稣 所以我们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去面对他 我的先生Samuel是一个非常守承诺的人 他几乎不迟到 他都会比预定的时间提早30分钟到达 所以与他的约定我都是非常有安全感 还有信心 他一定会准时赴约 如果呢 讲到接送小孩 他也是比我更好的人选 我的孩子都比较喜欢爸爸接送他们 Samuel既是负责工作赚钱的人 也是愿意付出他的时间精神来陪伴我们 他对家庭的承诺是坚定的 所以也是我们对家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安全感 但是如果我们的家人对家的承诺是不坚定的 那我们会怎么样能够对家产生安全感呢 我们可以转眼仰望耶稣 我相信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是从人而来的 而是从我们清楚地知道跟随主耶稣 知道主耶稣 他对我们深深的爱 使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安全感 存着一个诚心和信心 去面对地上家园的不完全 盼望着将来天上的家园 是永远长存幸福快乐的 而在快乐的家园里 有我们爱的人 也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到了天上家园的时候 就已经都脱去了肉体的软弱 不再有纷争悲伤眼泪 更不会有生离死别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主耶稣 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锁开 又新又活的路 让我们走在其中 凭着信心和盼望 罪恶不再挟制我们 我们只要带着诚心和信心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就可以进入与主的同在 愿圣灵浇灌弟兄姐妹 有勇敢的信心 纵使地上的家园 有不平安和不和平 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 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天上家园 我们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我们下期再见